1.312健身法的具体做法 3就是三个穴位,1就是一个腹式呼吸 2就是两条腿的锻炼三个长寿穴 合骨穴,内观穴,足三里穴 1.合骨穴,取法合骨穴在手背第一第二掌骨之间凹陷处 伸出右手将拇指和食指分开,斩入虎口 把左手拇指放在右手虎口处向下按住 拇指点锁指处就是合骨穴 左手合骨穴取法与右手相同 按摩方法,合骨穴找到后,先用左手抓住右手手背面 左手拇指去锤点按在合骨穴上 一紧一松,有节奏的按压,一般两秒一次 感觉,按后要感觉到酸、麻、胀有上下走窜才好 疗效,合骨穴数大肠筋又是公认的可以治病的长寿穴 因此,按摩和骨穴对于发生在头部 颜面部、上肢部的疾病如头痛、牙痛、发热、颈椎病 肩周炎等有较好的疗效 二,内观穴 曲法,内观穴在腕横纹上两寸处 即用自己另一手的三个手指时 中,无明指横放在腕横纹上,在手腕两斤斤去穴 按摩方法,用另一手拇指指腹按在内观穴上 其余四指顺势握紧手腕外侧 这下要剪短,有节奏的按压 按后感觉,有酸、麻、胀的感觉并放射到手指端或上臂 疗效,内观属于手绝阴心包筋 该学通过隔肌,进入掌中,至中致指 按内观穴对心脏病未病,乳腺疾病等有特效 另外,按摩内观穴还可以缓解孕车,眩晕呕吐等 三,足三里穴 曲法,足三里穴在腿上 每个人在膝盖病骨下都有个凹陷 这个凹陷是独鼻穴 足三里穴距离独鼻穴有四指及三寸即将自己的四个手指时 中无明指及小指横放在独鼻穴下 于颈骨旁一横指即可准确取到足三里穴 按摩方法,可用大拇指按摩足三里 也可用口红盖,小刮砂板 小竹棍等器械辅助按摩,节奏为每周两秒一次 按后感觉,按后局不感到,酸,麻,胀 按摩足三里穴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按后半小时内 肯定对位有疏通作用,会出现打嗝,排气等现象 疗效,足三里穴属于胃经,该经从头到脚纵管全身 顾对五脏六腑均有调节作用 对牙痛,头痛,发热,鼻炎,口腔溃疡,颈椎病 高血压,腹胀,胃经卵等均有较好的效果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得安安,三里长不干 就是说想平安无病,就要常刺激足三里穴 小节,这三个穴和骨穴管上肢和头面部 内关穴管胸腔的心,肺 足三里穴管下肢和五脏六腑 因此,对全身的疾病都有作用 正常无病时,可每天按摩两次 总按摩时间为五分钟 也可以每个穴位按摩一百下 当身体有病时,可参考后面介绍的疾病防治部分 根据病情确定按摩时间 一种腹式呼吸方法,平无或断坐 全身放松,意念集中在丹田,旗下四寸 尽量排除杂念,保持胸部不动 用鼻子吸气,慢慢地吸 一想所吸之气,到达小腹,丹田 让小腹慢慢地鼓起来 呼气时收缩腹肌,小腹凹进去 开始时,可能会快些,每分钟十次左右 以后逐渐减少到每分钟四到五次 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五分钟 作用腹式呼吸能调动体表的九条经络 促进气血的运行 使人体各个系统都处于稳定平衡状态 也有助于大脑的调整和安静 除此之外,腹式呼吸对局部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 也有促进作用 能增加肺通气量 促进各脏气的经络气血活动 增强脏气的功能 注意事项,腹式呼吸一定要因人而异 不要盲目地与其他人攀比 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进行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人 呼吸的次数、频率不同 尤其是心脑血管病和哮喘的患者 更要严格掌握呼吸的深度和频率 要循序渐进 不要刻意追求达到某种目标 二,两条腿运动的体育锻炼 312经络锻炼法中提倡的 以两条腿为主的运动可以多种多样 如下蹲、散步、爬山、跳舞等 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 下蹲是一种比较好的运动方式 方法自然站立 全身放松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双臂伸直 平举至胸前 开始下蹲 气力收臂 一般每次可做5到10分钟 或每次做50个 每日一次 开始时可闲蹲20个 逐渐增加 身体虚弱者 可借助身边支撑物 如墙、床、桌子、椅子 或院子中的树木等 进行下蹲活动 跪在坚持 作用 人的每条腿上都有6条筋脉走形 这些筋脉可以调节五脏六腑 加速气血运行 使人体筋脉通畅 脏腑的功能达到一种新平衡 注意事项 在进行下蹲运动时 要循序渐进 开始时不要一次做得太多 要是运动量保持在活动后 稍有气传脉搏跳动 在每分钟120次以内 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 就会使身体感到疲劳 不利于养生 按摩穴位时 要注意保温经络只有在适当位置 25摄氏度左右下 按摩穴位才能被激发活跃起来 针灸实验表明 如果把温度降到20摄氏度以下 则针刺的得气 酸 麻 这样感觉现象就会不明显 因此临床上经常会看到针灸与针 酒与拔罐一起操作 即在针灸和拔罐前 先在穴位上进行爱酒 当局部温度升高后 再进行针灸和拔罐 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 有资料报道 很多顽固性疾病 如感冒高烧不退 脑炎 哮喘 关心病 消化到溃疡等 只熬在气背部热敷时的20分钟 每天两次 就可逐渐控制这些症状 这说明要使经络发挥作用 温度的刺激和保温至关重要 所以在进行穴位按摩和腹式呼吸时 必须在25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 如果室温达不到 可以盖上被子操作 一手单甜 腹式呼吸能治什么疾病 腹式呼吸是一种以静为主的全面经络锻炼 对各种疾病如高血压 失眠 糖尿病 胃炎 溃疡病 肝胆疾病 心肺疾病 肥胖等脏腹疾病防治均有效 坚持辜腹式呼吸 可以使人精力充沛 青春长宝 百岁健康 下蹲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的方法有很多 要根据年龄 体力和个人爱好 要因人而异 慢跑 下蹲 游泳 散步等都属于有氧运动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实践证明 下蹲是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育锻炼 下蹲不受场地时间限制 在室内就可以进行 老年人可以扶着桌 床 椅子练 安全可靠 治病保健 找寻适合自己的312 初学312经络锻炼法的人 首先要考虑手法是否正确 如果按摩时确实没有酸 麻 这样的感觉 可沿着齐经脉线找其他穴位按摩 但是要记住就是不敏感的穴位按摩 也有医疗保健的作用 如果按摩和骨穴不敏感 可以寻齐经脉 向上找手三里 上脸 前臂背面饶侧 肘横纹下一横止穴或趋齿穴按摩 内观穴不敏感 可以寻心包筋 向上找到切门穴或趋齿穴等较敏感的部位进行按摩 同样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对于一些疼痛的疾病 可以疼痛局部按摩 也可以缓解疼痛 这就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三腰二经络锻炼法 二 常用穴位功效 齿则产壳痛累胸 裂缺头痛烟肿宁 河骨面口鼻齿患 趋齿肩必痛必松 肩于鼻痛无力举 银箱鼻塞及时通 地仓口外不能雨 夹车齿痛与中风 下关耳鸣上牙痛 天疏泻痛气上冲 三里主治都腹病 内停障满牙并停 脾胃生育三阴胶 谁中腹肩找阴灵 神门失眠心经济 后夕肩背变耳聋 听供一只耳中病 攒逐一次目及鸣 脏腐于学皆在背 兜治该脏于腹病 腰背为中求最灵 昆仑头痛目眩忠 太西医补滋胜水 屈则凡热呕吐宁 内观胃痛心胸满 外观头痛热病轻 以风耳鸣甲种好 同 猪 童无 虾